花莲的玉里复理箱合计种稻面积有7000多公顷 近期疑似因为受天气忽冷忽热影响 加上植株种植过密 正值运穗期的水稻田感染了稻热病 导致稻株枯黄又矮小 损害面积超过1000公顷 相关农政单位已经辅导农友喷药来抢救 避免影响后续一期稻作的收成 玉里镇是全国大米仓 水稻种植面积将近有5000公顷 最近有农民发现部分的稻作整颗枯死 向农政单位求助之后 发现是感染了夜稻热病 出国面积大约有两成 邻近的复理箱 种到面积也超过了2500公顷 近期也有两成稻作出现染病症状 并且情况日益严重 农民忙着抢救 今年东北季风到现在会5月份了 东北季风还有 而且你今天如果是说稻子给你顾起来 你给他注意看那个稻子的页面 那个芯也是黄雕 黄雕的话干月子就百月孤病 所以会比较特别多的那个疫病 是在看那个农民地的时候 是看有润事业 润事业的话 在插秧的话 不能找插秧 像这个 它是很慢插秧了 它还是中标 慢插秧还是这样子 预期农辉总干事说 今年稻热病多集中在玉里的三名 大雨 圆城 长梁等地区 主要受到气候影响 目前已经紧急投入了喷药抢救 期盼能够救回七到八成的染病倒作 避免影响后续修成 这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而且你倒热病得到一旦得到以后 即便你用药它有恢复 它的产量也是会减少 所以对农民造成影响是变成说 我成本增加的 可是我的收入减少了 所以我们也很期望 就是说 呃 县府或者是农粮署这边 能够这一次的 针对这一次倒热病 能够提出一些 对农民有实际上的帮助的啦 像我们那个秘书讲到的 看是现金的补助或是制裁的补助 让他们农民能够在这个部分减少一些损失 那么再加上农民 这个自己的薪血 自己的成本没有算进去之后呢 那你一公顷的收益呢 你没有在一万台金上一万一的话呢 真的农民只是每期在做就是做白工啦 华丁区农业改良厂三月初 因为天气冷曾经发出倒热病的预警 不过今年受到气候特殊温差大 部分农田还是逃不过染病侵害 农改厂 县政府农业处以及农会等单位 呼吁农民赶紧喷药抢救 乡公所也紧急采购了倒热病的药剂 加上福岛农友做好后续的田间管理 稻田还救的回来 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高雄雄预阵采访报道